国务院新闻办公示今天发布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 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也有完整的实践参与 这部白皮书是一部系统介绍 民主价值理念 发展历程 制度体系 参与实践和成就贡献的重要文献 白皮书指出 全过程人民民主 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 相统一 是全链条 全方位 全覆盖的民主 是最广泛 最真实 最管用的 社会主义民主 白皮书分为前言 正文 结束于三个部分 正文分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 具有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广泛真实管用的民主 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五个部分 中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也有完整的实践参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 贯通民主选举 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 涵盖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等各个方面 关注国家发展大势 社会治理难事 百姓 日常 琐事 使国家政治生活 和社会生活 各环节 各方面 多体现 人民意愿 听到人民声音 有效防止了 选举师 漫天许诺 选举后 无人过问的现象 发布会上指出 美国操弄所谓的民主峰会 实为以民主为幌子 对与其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 进行打压遏制 我们始终认为 民主是多样的 实现民主的道路 并非只有一条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美国 自诩民主领袖 组织和 操弄 所谓民主峰会 实为 以民主为幌子 对与其 社会制度不同 发展模式 不同的国家 进行 打压遏制 这种 假民主之名 行 反民主之实的行径 将是人类 民主 发展史上的笑话 注定 是不得人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的 优独播剧场上的